酒精干洗手 那会有裁剪棒 将手伸到橡胶手套里面 医师隔着屏风 拿指挥官陈时中当示范 来展示如何帮病人做裁剪 然后小心 不要想害我们帅哥部长 大片透明塑胶板隔着 再加上活动式手套 这个移动式检查屏风 不仅能降低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 更能减少防护衣 口罩等 医疗器材的耗费 每踩一个病人 你都得全部换一套 假如要大量筛检的时候 那会造成很大 会耗费很多的资源 陈时中与桃园市长郑文灿 而7日一同出席桃园医院的 捐赠仪式 并且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 更肯定民间三家企业 合资研发捐赠156座 移动式检查屏风 来使官方的来使用的话 对医护人员的帮助很大 那我非常谢谢 我们企业界的朋友 如果看到我们医疗界的需要 也及时的来做这样子 有效的工具 让我们的医护人员的保护会更好 布桃跟长庚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要特别谢谢他们 那希望这一次超前部署 然后可以给医疗团队更大的支持 防疫采取最高标准 民间企业与政府共同合作 不仅给医护人员最大的保护 更要全力防堵疫情在台湾蔓延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